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 就是看你们的修为到多少 那刚刚开始修行的人的话呢 他们就愿意去走这个一步险 每天在那种悬崖边缘在跑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在因果的边缘在跑 现在人很喜欢追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修行没有好好修行 经过佛法有讲过啊 我们要修空 诶我不是叫你修空 你知道吗 不要去玩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或者是去挑战那些灵界的东西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孙满堂热 自演龙兽 我是你们白 我是Y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我是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 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 什么意思叻 就是叻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 很多东西啊 尤其是修行方面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 很多人会耍一点小聪明 或者甚至是说 不要说修行 我们说工作方面 有些人会耍一些小聪明小动作 然后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快 对不对 short cut short cut 对 就是这个叻 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 什么叫做 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 就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就宁愿走十步远 慢慢慢慢慢慢的走 而不是突然间一步险 就是每天在那种悬崖边缘在跑 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在英国的边缘在跑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今天啊 那我走一步路啊 我们可能从A到B 我们要走十步路 但是呢 这些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 为了要快 他们就走一个可能三的路 就是那种悬崖 然后你要靠跳过去 就一步路啊 对不对 你要去靠跳悬崖 然后你就一步路 那个就叫一步险 所以呢 有些人啊 像我们的话 我们会选择 我们要走十步远 甘愿 对不对 我远我也甘愿 但是 你要我走一步险 这危险的东西 对 对不对 所以很多啊 现在年轻的修行人啊 或者甚至是说 我们说老人啊 之类的 这个修行没有看年龄啊 你知道吗 就是看你们的修为到多少 那刚刚开始修行的人的话呢 他们就愿意去走这个一步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人很喜欢追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修行没有办法修行 跟他讲 我们要念经啊 回向啊 打咒啊 之类的 他讲哎呀 讲什么屁 我要有天眼啊 对不对 走一步险其实会让他们觉得 比较有刺激感 对有刺激性 然后但是呢 你下地狱的时候就更刺激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走这个死不远 你可以去往生这个极乐 那你走这一步险 你可能现在没有看到 当你因果缘分一到的时候 你就下地狱了 这个一件事情是很恐怖 但是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见 因为你们没有看见这个后果 所以你们不怕 对不对 但是的话呢 修行人来讲的话呢 看久了哦 修行人啊 尤其是那种像老和尚啊 高僧啊 之类的 他们就看到你这样的时候 哎呀 不要不要不要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因为为什么 你那一步险啊 会直接就是 给你一个快速的门票 ticket下地狱 对 ticket to hell 你有听过那首歌吗 I'm on the highway to hell 对不对 所以就是那一种 就是 你要快嘛 对不对 你要short car 你要去那种highway 你不要去 走那种山路 就很像爬山啊 徒步啊 有很累啊 你刚才就是跑这个车 用那跑车去跑那个highway 就是highway to hell 这样子的意思 那 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啊 我们跟你说 哎 我们要就是开始先 观自在 菩萨 或者是刚开始跟你讲 哎 我们一起静下心来 先静坐 什么东西都不要看 或者是我们会跟你讲 哎 我们今天我们先学会怎么做 才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但是很多人呢 他们可能突然间发现 哎 我的体质有一点敏感 嗯 或者哎 我这么睡觉 这样多的梦 对 或者这么我打坐 观眼睛看到很多东西 对 或者打坐 手会动啊 什么 对 所以他们就不要跟你一步一步修 他们给你一步先 一步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对 所以他们就是不要听你的 就是啊 通常啊 好像如果刚刚修行的人啊 就是会建议你们不要去玩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或者是去挑战那些灵界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东西 所以 嗯 为什么他们要去 你知道修行很简单的 修行就是修你的心 对 修 要你的心定跟你的心真 对 更有一些智慧 对 对吗 那你修心 修行高了 你要心悦定的时候你的法就自然高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追求 但是这追求的东西都是一个空 哎 你有经过佛法有讲过啊 我们要修空 哎 我不是叫你修空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现在啊 我修我的天眼啊 我修我的法力啊 全部修空 其实 空的 但是 嗯 这个修行这个东西了 对 不是修法 对 为什么你要修法 对啊 修行是修行 修行是修行定性正 对 智慧 对 更观之在 对 你自己的行为 对 只要去累积福报 然后不要去造更多因果 对 业障 对 这个就是你修行的 对 那些法来来 那什么第三年天眼啊 什么 对 打坐会动 看到天看到地 看到 四周围的零零怪怪的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你修行到一定程度 自然而然住会有法的啊 不然为什么那些高僧啊 像在那种森林那些高僧啊 或者是在寺庙那种大高僧啊 他念经啊 可以念到出神入化 然后还可以下法 为什么他可以加持那个 这个佛牌 那个全部都是法啊 其实这个法来他另外去修 对 你知道很多就是高僧啊 对 他们修行一生 嗯 念经在庙 对 出家 他们都没有法 对 你知道吗 很多都没有法 对 只有那些特地去修啊 或者有这个 缘分啊 福报啊 对 才会去修的 对 很多都没有了 对 但是我现在看到啊 很多人啊 就是在 刚刚修行啊 他们就开始 诶 哇 整个啊 像那个 Avenger Team 这样子 Spider-Man 对 就是那种 一整个就是那种 怎么说 嗯 英雄者联盟 这样子 就是怎么说 哎呦 今天啊 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元神 啊 今天那个人啊 我是什么什么 宋奴空 啊 这个人啊 又什么 太上老君 哎呦 这个人又什么雷弓 什么东西 这样子 嗯 他们就是要 找一个东西 找东西 对 找答案 或者找身份 但是不要好好修行 但是要一步 登天 对 一步登天 就是说 他要跑危险路 啊 你本来应该学爬的 对 但是你不爬 你先跑 对 或者先飞 对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当你今天啊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 这个修行的基础 然后你去玩这些法的东西啊 你没有一定的修行基础 你的心不够定啊 你敢敢在你在玩法的时候啊 那些灵界看到你在那边乱来啊 他们可以把你的魂拉走 还是什么都可以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灵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乱来 而且呢 很多人啊 就是很喜欢这个一步险 怎么讲一步险呢 就是他宁愿去走这个险的东西 哦 修行也没有好好修 啊 做东西也没有好好做 突然间打 做也没有好好打 然后突然间 突然间就变师傅 突然间突然间就 突然间很像会飞这样 那他可能之前啊 连修行都没有的 连念经啊 你问他今晚 他可能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一步险 对不对 其实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对 当然是关智在关好自己的修行 对 然后个人个人修行不一样 对 他们修行 那也知道他们这样子做 也是他们的一部分的修行 对 就是他们在那边学习到东西 对 也希望他们会学到东西 如果没有 真的是遭遇也遭遇 对 但是呢 跟你们说 这个有一个很很恐怖的真相啊 跟大家说 就是 十步远跟一步险的分别在哪里呢 这个危险度 十步远呢 你会慢慢慢慢的去累积 一直看到这些真相啊 之类的 你会 之后你就释怀了 也是很苦 但是呢 一步险呢 也是很苦 但是呢 一步险是前面很开心 后面一跌的时候是 很恐怖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修行才开始的 所以大家你们自己选 要十步远还是一步险 其实呢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全部最近啦 嗯 这几年以来 为什么很多人选一步险 为什么很多人选择short cut 对 为什么呢 这个跟科学有关系 还是因为酒印太快 不是 是因为以前啦 嗯 没有这样先进的时候 全部东西都是慢慢慢慢的 对 一步一步的 过后呢 越来越先进了 现在你看啊 手机抖音 以前看YouTube可能半个钟一个钟 以前看电视半个钟一个钟 现在你抖音一分钟 一分钟 30秒 所以东西越来越快 时间越来越缩短 让到大家有这种 哎 我没有这样多时间 所以我要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所以现在全部东西很快 那是修行不能啦 对 修行不能 因为这个环境弄到大家快 你看你现在要出去 以前你要等巴士等几个钟 等taxi等几个钟 现在你grab 按一下五分钟 三个钟到你家 对 所以 啊 你要买东西 这些很快的 delivery 什么 太多 让到你觉得 哎 我现在要这个 我现在就有 我现在要这个 现在有 我要看这个 一分钟 看看我全部可以看到我 智慧可以拿到完 所以人家修行都觉得 为什么要花这十年二十年去修 其实我可以说短时间 越快越好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弄到大家 这样的 但是其实修行讲真的是不太好去 这种很像短时间内修成 因为你如果你越快的话 就是代表急 那你急的时候 OK 问问我们啊 如果啊 进了一个河流 这个河流 跟这个瀑布啊 瀑布是快的 它是一步险的 对 跟那个河流 那你在河流的时候 你可以去慢慢 适应那个水温 看下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石头会扎到你的脚啊 你可以慢慢的去 试水啊之类的 但你一步险的时候啊 你那个水啊 整个冲下来那种 呃 瀑布的水啊 你什么东西掉下来 你还不懂啊 你下面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一下去 你可能命都没有了 你一脚下去 你先滑倒 不然就给水冲走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水是什么 这个水就是你的因果 那你在因果快 你要去做这种东西啊 造这种业啊 你造的越快 你就跌的越快 那其实呢 对 嗯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 对 OK 很多人不知道呢 修行要慢了 对 有师父的人呢 嗯 他们会知道要慢 对 那些自己来的咧 自己来耶 自己讲自己耍 今天我普通人 明天我就是师父了 可以这样吗 就是那些没有师父人啊 因为他们要快快快快 因为环境了 他们全部东西要快 觉得到这个世界没有够时间 所以大家 Fall more Fair of Missing out 可以这样吗 对啊 现在很多修行人就是要快啊 因为Fair of Missing out 如果今天可能昨天 他还在做别的东西 然后今天就变成这样 可以啊 做不可以 也不用打坐 很多人啊 就是一步行啊 所以他们会进入到这个很危险的 哇 诶 我以前打坐念经啊 每天在那边 要这样久了 所以 师父 为什么 有一个正确的师父呢 对 但是我还是 已经有累积到这种经验 对 也知道规矩的去教你指路你 是最好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比较好 就是有这个时间的去 因为如果啊 今天啊 你跟我讲 我今天马上直接飞天蹲跌 我自己会怕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修行人年轻 他们不怕 因为他没有正确的 他们就不怕去跟他因果 你知道 他没有正确的老师 没有正确的指点人 然后他觉得 诶 我去上一个三天的课 我三天 第四天变成一个什么法师 那那些修二三四十年的 就 投胎 淘汰了 是吗 你上三天的第四天 你的法师 对不对 可以这样子的吗 因为就是现在的社会 让大家知道 你的时间不够 我叫车三分钟到我家 我看那个影片以前 可能要看一个钟 制造一个智慧 现在我一分钟 这个我懂了 这个我懂了 很多人呢 喜欢看影片 然后看那么短影片 我们教那个佛法的影片 但是叻 叫他们坐在经书前面 一个一个班 一个一个看 然后我们在那边研究的时候 他们不要看 然后觉得很无聊 这我明白 ok 所以的话 全部人都会想要快 因为叻 如果我今天 叫观众们 你们坐在佛经前面 像我们这样子 在那边一直看佛经 或者在那边念佛诸 一个一个念 一个一个念 或者是在那边 做焉工作 在那边跟众生讲话 你们要吗 在那边耗一个几个小时 你们应该也不要吧 不要 因为这个环境来就弄到 大家觉得 for more 不够时间 我一定要快 因为我赶时间 就是全部的这个 现境的 technology 啊 之类的全部弄到 我们的 subconscious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subconscious叫什么 潜意识 潜意识 会觉得 诶 你没有这样多时间 你要快 年轻人就觉得 这样子在这个时代 在修行的话 这样子不是也是有分 因果跟福报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你有一些人要快 那有些人又知道要 知道要 规矩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全部看缘分 这样子不是已经到了 那个末法时期的最后 就是 佛主讲的 那个时候 那很难说 我也不知道 只有佛懂 对 对 但是你快去照业 这样子不是有点像 那个磨子磨疏 又是磨子磨疏 就是要 所以最好是 如果你要快 快去做 快去年轻 可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通常 真正来说 只要是修行人 或者是师父来说的话 有法门 或者是有这种佛 弟子的那种 真正进法门里面的人 或者是进这个 皈依的人 他们全部都是有规矩 都是慢慢没有 任何一个的 师父跟你讲过 你三天内直接可以飞上天 因为以前的年代 没有这些东西 让到我们觉得时间不够 因为现在东西 越来越现金 越来越方便 所以你要什么快得到 快递公司 快速网络 可是你快你 全部快 找不到证件 你找不到真正的 真正智慧 或者是真正的内容 你也是误不到 这样快的时间 所以你看世界模拟佛 他要修行 然后误不到 都要活很长 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 每天 在我的第一天修行 我是自己在家里先念经 抄经 打坐那些 也就是自己修行 然后到一个时间的时候 我师父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讲一句话 修行是一生的 不用想要快 对 修行是一生的 然后你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分钟 你都在学习东西 新的你都是在修行 而不是今天你 抄了五篇经书 你就觉得我比你厉害 我抄了五篇 诶有诶 很多这样子的 现在 诶我已经念了一百套经哦 我念了一百零八次经文的佛经 他还会跟你说 诶我一天念了五套一百零八次的经文 对 你一个月才念一次 对 或者一个月 那这东西要累积嘛 每天要做的嘛 那是累积功德 不是因应必功德 或者 我一天 花了多少福 对 我一天喝了多少被伐水 就是很多 不要快啦 不关来 多东西都买 你的屋子才会稳 对 就是修行是叫什么呢 修行是低基 那你的这个低基啊 全部要稳 那你的屋顶是什么呢 屋顶就是你的佛法加持 对不对 那你的佛法加持啊 你的屋子里面呢 就是你的法门 那你就修法的时候啊 你有这个缘分的时候 你的法就强 因为你有所有的佛法保护 你有这个智慧了 你才能够去做 不然你怎么帮到人呢 人家愿意给你帮的 也是有点可怕啦 讲真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法 这个东西也是关系到因果跟福报啦 这个法这个东西害到很多了 对 这个谈法的东西 对 释迦摩尼佛叫佛法的时候 就有三宝 对 佛法 三宝是什么 佛是什么 佛 法 神 不当 sadanang kachami 那佛 就是我们要修成 sangkang sadanang kachami 对 修成像佛 对 法就是佛传出来的佛法 神就是要把佛法传给我们 他们的这个传出去 对 神 对 最简单的 这就是修行 对 那里有天眼 阴阳眼看灵 看鬼 对 但天眼有在佛经里面 但是没有曾经叫你追求 所以啊 佛经啊 它是一个阴阳面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啊 佛经里面啊 隐藏着很多秘密 所以佛经啊 它给你看的东西啊 你悟到哪里啊 这是跟你的因果 跟你的业力 还有你的缘分 很大的关系 所以大家 你们不要去急 就是跑那一步险 宁愿时不远 不要一步险 因为你一步险啊 万一啊 不小心你滑了一下 你就是 Hi Where to hell 如果你们担心 你们修行 6K来找我什么师父 或者把我睡觉 对 如果你担心你走到一步险 要把你的路调回这个 但是我们会 我们会跟你讲 你不要再追求这个 但是很多人不听的 通常啊 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一步险 他也不会要听你的东西了 对 虽然我们跟你讲 你要这样子 他们只会讲 Hiya你们outdated了啦 但是如果你们 真正正正的要关职 在真正的要去知道修行 可以讲我们 对 我们不会跟你讲 这里要飞上天啊 这里没有法轮乱飞啊 之类的 真的没有 我们是很慢的 尤其是我 我是最慢的 对 我是慢慢修行的 我修了差不多 从我记得的时候 对 OK before 我修行 我小时候是有营养 也是看得到零的 对 但是我没有去追求这个佛法 我是觉得什么来了 什么来了 但是我真正知道佛法 知道修行 我10多岁 所以应该有20多年 现在你应该20多年了 那我也是不少 我是 我比你少了 当然因为年龄比你小 差不多也要差不多快10年了 这样子 差不多 那我之前的话 也是因为很多问号了 因为我不明白 不理解 然后也是那种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一直要找答案 所以我觉得 唯一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 就是佛经里面 然后真正的关自在 你才能够找到答案 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交到这里啦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走那一步险 因为真的很危险 当然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影片 他会觉得 我就要走那一步险 怎样 那个就随便你 然后 这个是我们个人观点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修行 想要看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的其他平台 有IG、Facebook和Instagram 然后你们都可以 IG、Facebook、Instagram 就是IG、Facebook、YouTube 然后就可以去关注 因为我们会有时常 更多的选学智慧等着你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我们计算门行 队员LongShop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啦 拜拜 拜拜